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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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原本他們從小就在游泳的地方 但是你看有的相片像這個 被蓋了一個大飯店在上面 我們都聽過一句成語 沙丘上的城堡 他在寫給我們看 沙丘上的旅館 會怎麼樣 會倒啊 沒有基礎嘛 我從小就在那個地方長大 大家看到這邊手邊的照片 都是美麗灣蓋了之後 這個沙灘的變化 更早更早以前 他有個美麗的名字叫 佛拉佛拉 他是阿美語 美麗的沙灘跟海洋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美麗的沙灘跟海洋是什麼樣子呢 這是中間那個照片的樣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從小在那裡長大 沒有人會限制你 沒有人會說那個是政府的 現在我們跟了很多的族群 有漢人 有名男人 我們一樣 我們不會說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一樣 跟大家共享這片海域 這是阿美族的分享文化 也是原住民的分享文化 可是財團來了不一樣 他把那個地方圈住 說那是他的 他有BOT50年的管理權 他不准 在地的居民在那裡 他不准我們 去使用我們的海洋 甚至 台東人連 親近這個海洋都沒有辦法 今天大概有超過100個以上的朋友 自發的來參與美麗華 慶祝8週年的活動 他的違建也8週年了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離譜的 不可自信的事情 一個被法院判決 是違建的 是環評無效建造無效 居然還可以停在那裡 沒有被拆掉 這非常離譜的事情 不可自信 所以對於自信集團 美麗華集團 美麗新集團 美麗灣 相關的企業 會一個一個訊號制 他只要一天不拆 就會有很多資格的消費者 在他們的 在他們的任何空間 去表達我們的訴求 已經被法院判決無效 環評無效建造無效的大違建 我們要求美麗灣 美麗華集團 應要立刻的拆掉違建 美麗灣 再拆拆 美麗華 再回建 美麗灣 再拆拆 美麗華 再回建 美麗華 再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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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華